吃夠牛油或是喝雞湯 我自己覺得這方面的作用 臨近年尾 不少人都會跟朋友開派對 開派對當然會喝酒 但一個不小心很容易會喝多了 今天很開心請到註冊中醫師 顧凱倫跟我們說一下 喝酒的好處和壞處 顧醫師你好 Phoebe 你好 大家好 首先想問一下 其實喝酒對身體是否有害 有些人說 飲酒適量可能是有好處的 Phoebe 這個問題其實問得很好的 其實喝酒我們沒有說 絕對是壞的 或者絕對是好的 其實根據中醫的典籍 包括《遠至皇帝內經》 我們都已經說到 飲酒有很多的好處 其實本身飲酒 適量的飲酒 可以有起到行氣活血 通理經脈的作用 很多時候我們一些的中藥 可能治療一下驅風濕 那些東西都有幫助 甚至乎在北方很冷的天氣 包括現在香港最冷 其實喝酒都可以令到人暖一點 不過要留意的就是 過量的飲酒 的確對身體有損害 包括最常見大家聽到 可能喝完之後有肝病 或者對其他的狀苦都有影響 有沒有說大家Party 最喜歡喝紅酒 白酒 Whiskey Sacare 其實這些酒對身體 有沒有說有什麼特別的好處 和壞處 其實我自己都喜歡喝酒 那你說 至於好處壞處 我想喝酒 就固然是大家 即是 社交 或者一些朋友聚會 會喝到的飲品 會令到大家放鬆一點 那我想這個是其中一個主要作用來的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 每一款酒的性質 比如紅酒 其實中醫覺得它略略偏溫 其實在它古代 就是傳至中土的一些葡萄酒來的 紅酒我覺得可以溫通我們的血脈 應該對血管是有些幫助 至於白酒 葡萄白酒 即是西方的白酒 我們也都認為 它是沒有紅酒那麼溫錯 甚至乎是微微有些清熱 比較適合一些容易濕熱的人去飲用 至於威士忌 就屬於高濃度的烈酒 如果高濃度的烈酒 固然是會令到我們個人暖一點 但是同樣地也要注意它對我們的腸胃 食度等等的刺激 日本清酒我自己都比較喜歡 因為你又可以溝水去稀釋它 日本清酒都屬於白酒的一種 比較清一點的 這一類我覺得都可以適當地飲用 但也要注意到度數 其實有沒有說飲酒 其實它應該盡量避免和什麼食物一起進食呢 我想酒其實就很多時候 我們喝酒的時候都會是飲宴 其實適量地吃一點點東西 賤底不會兇肚 其實已經喝酒是OK的 但至於喝酒會不會有哪些東西 盡量避開呢 我相信都是一些辛辣刺激的 譬如現在很多人喜歡吃麻辣火鍋 蒜菜魚 吃很多辣椒 刺激的辛辣咖喱沙嗲等等 我們認為如果本身已經有酒精 這麼強刺激度的東西 進入到我們的脾胃 最好就不要顏外吃到很多刺激性的食物 其實瘀酒是否會對心肝脾肺腎出現損害 或者這麼說長期病患的人 其實是否不應該喝酒呢 先講對瘀酒 我想大家瘀酒從小到大都聽到很多危害 的確確對我們心肝脾肺腎 我們中醫講的五臟是有損害 但這裡也要講一下 中醫和西醫對於心肝脾肺腎是有少許不同的 西方心肝脾肺腎就是我們不同的器官 但中醫很多時候 舉例例如肝我們有包括情緒在裡面 我先講一下心 其實一般飲用少量的酒 其實對會行氣活血 令到心其實都可以有些健康的作用 譬如很多時候我們會用到人心酒 對心臟其實是可以的 但這個都是小量 但如果飲用過多 其實很多時候如果一些病人有高血壓 或者他本身已經是有心臟病 其實這個也是要非常小心 至於對於肝 除了我剛才講到會對肝的肝臟有損害之外 中醫的看法就是一些長期瘀手的人 原來他都有情緒方面的屈結 好像我自己有些病人 竟然用了酒來幫助他失眠的問題 來到找我們幫忙的時候已經很多年 很多時候他新的舌頭給我們看的舌頭 整條舌頭已經是紫色了 代表那個血液腸環非常差 這個也是對肝的損害 至於另外對皮、肺、腎等等都有影響 譬如皮胃方面就會令到我們的消化變差了 可能很多時候有些人喝酒喝得很傷胃的時候 其實他沒有胃口吃東西的 至於對肺部也會有一定的損害 增加的負擔 可能經常會容易咳 或者是咳完之後很難去存餘 最後就是腎 其實我們身體 無論喝任何的東西 如果是需要身體去代謝 都會牽涉到腎 所以很多時候瘀酒的人 他的腎功能都未必很好 至於長期病患者 這個當然我們一般就不太建議喝酒的 因為長期病患 多數的病人可能要長期服用中藥 或者長期服用多種的西藥 很多時候酒 不是完全跟藥物是能夠相兼用的 基本上大部分的中西藥 都跟酒可能會有衝突 瘀酒來說 剛才提過 其實對於心肝皮肺腎都有損害 其實有沒有出現什麼特別的病症 是關於瘀酒的事 其實瘀酒我們看到一些病人臨床上高 就看到發現都影響到腦袋 除了剛才我說的話 可能導致肝鬱 很多時候已經結合了其他情緒病在裡面 可能一些躁鬱症 抑鬱症 容易脾氣比較大上大腦 還有很多瘀酒的人士 其實基本上已經過不了正常的社交 或者正常的工作生活 所以瘀酒的確對身體是很有危害的 其實酒裡面有什麼成分會危害身體呢? 好像剛剛你提過傷肝 或者可能會導致糖尿病呢? 其實酒本身就視乎它的組成是什麼 但是大部分酒裡面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酒精 那一般酒精呢 很多時候如果喝得太多 大家聽得最多的是一些酒精性的肝病 傷肝 長遠下去可能初期只是普通的一些肝炎 但是如果飲用過度 有機會導致肝癌化 甚至乎是肝癌 但是一般這些情況呢 只會出現在一些瘀酒的病人那裡 那如果瘀酒的人士呢 或者真的有些酒癮的人 想戒酒 其實中醫有沒有說有什麼治療可以幫到他? 其實中醫博大精深 我們有很多方法去幫這些瘀酒的朋友 我們通常都要透過網民問切 看看他的身體 看看他的精神狀況 看看他的社交各方面怎麼樣 中醫用的手段 可以用到中藥處方 我們可以處方一些中藥 一些特定的方式 可能是幫他戒酒 幫他護肝 或者幫他調理疲懷 或者幫他疏肝解胃 讓他個人開心一點 另外針灸 或者我們用到耳穴 這些方法都可以幫助 比如在我們耳朵 其實有幾個穴位 比如一些神門穴 膠錦穴等等 其實這些都可以幫助 配合其他方法 令到瘀酒的人士 慢慢可以成功戒酒 想問一下醫師 你剛才提過要適量飲酒 其實適量飲酒 有沒有說一天大概可以喝多少杯 或者份量是怎樣 好 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 因為我們人人的體格都不同 比如我比Phoebe高大 我就可能可以喝多一點 但一般通則來說 我也要看看酒的度數 如果高濃度的酒 大家的份量也要相對應調節 但我認為一般來說 如果是紅酒白酒 可能每個星期喝四五天 每次都是一小杯 大概這個份量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當然如果是喜慶場合 多喝一兩杯也不要緊 其實有沒有說 喝酒之前可以吃什麼打底 好像吃塊牛油 或者喝碗雞湯 其實我也聽很多朋友會說這些 或者我們去飲飲場合 很多人請教我們 究竟怎樣可以不醉酒 其實剛才Phoebe你說到的 可能吃塊牛油 或者喝雞湯 我自己覺得這方面 作用應該輕微 因為首先 如果是雞湯 油份比較多 或者牛油 其實進入我們的胃部 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計算水 和油的密度 其實它會浮面 你說是否真的可以阻礙酒精 透過胃 或者其他鏈膜的吸收 我覺得這個作用是輕微的 聽完醫師的分享 大家去開派對的時候 就記得不要喝太多 要適量喝酒 祝大家玩得開心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